您刚才提到心脚痛发生的时候 是我们血管并没有完全堵死 只是堵了一部分 为什么这种情况就可以用硝酸甘油 而心梗发作就是全堵的情况下 就不能用硝酸甘油 实际上硝酸甘油它的作用 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作用的原理 它一个是扩张静脉 扩张静脉了以后 就是回到心脏的血液少了 那么心脏的前负荷降低了 所谓的前负荷就心脏里边血液少了 这时候心脏的负担就轻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它可以扩张动脉 扩张动脉了以后心脏的后复合 也就是说心脏面对的压力就低了 它的负担也轻了 这是第二个机制 第三个机制就硝酸甘油本身 还可以扩张就是有病变的 但是上面又完全堵住的这地方的血管 这地方不窄了吗 有问题了吗 然后硝酸甘油一扩 然后这时候它的管腔扩张了以后 血流就会增加 血流增加了以后心脏痛就缓解了 这是针对心脏痛 但是针对心脊梓就不行了 心脊梓梓它完全堵住了 你再扩它堵死了 都给你塞住了 你一个塞子塞住了 这时候你根本起不了作用 硝酸甘油不起作用 那如果要是这个时候 比如说心梗发作 就恰恰服用了硝酸甘油 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吗 这时候就有点麻烦了 刚才我跟大家说了 它可以扩张静脉 可以扩张动脉 这儿的话就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血压低 因为大家知道心脊梗死的时候 本身由于心脊坏死或者缺血 这时候心脏的功能就差 心脏的往外蹦血就没有劲了 这时候本身血压就会低下来 这时候你再吃硝酸甘油 这时候血压就会更低 低到甚至会发生休克了 那这时候心脊的血液就会更少 因为压力低了嘛 血液会更少 这时候会造成心脊梗死 面积增大 甚至出现更严重的情况 都有可能 吃完硝酸甘油之后 血压会降低呀 是的 是的 因为我们健康药药 任何健康药 其实它是 要么就是通过扩张血管 要么就是降低心脊的收缩力 这样才能降压 硝酸甘油呢 它主要是通过扩张血管来降压 所以它本身也算是 降压药的一种吗 硝酸甘油静脉使用 它就是降压药的一种 我们经常用来治疗高血压急症 那我们知道人要是 这个血压降低的话 那肯定就晕了 或者是意识都丧失了 甚至有可能会死掉 这情况还真遇到过 我就遇到过 有一个 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 当时我在查房的时候 还不是我管的患者 其实我是上级医生查房 后来我在讲硝酸甘油的时候 跟学生们讲 硝酸甘油不要用错了 他自己就说了 那么他那天发作胸痛 还不知道是不是冠心病 然后家属就给他吃硝酸甘油 含硝酸甘油 含含含含 含了最后含的他都迷糊了 都起不来了 说了都意识都不清楚了 家属含忘嘴里边 我塞呢 最后家属一共给他塞了 十三片硝酸甘油 所以我们完全的 什么都不知道了 到了急诊的时候 他还恍惚呢 还是衣食还模糊的 那就是血压降得太低了 在我们院的急诊量血压 只有六十四尺 降得这么低 啊 啊